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Pole是边界 然后这边应该是无限大跑 或者是扩展到无限大去 这个概念跟喇叭成会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分支的话 你就会有很清楚的Pole跟Zero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的ROC就会被这些Pole所边界所包持得住 像刚才那个SV1 1分之1 你的收敛区因就是这里 就是中间这一块 刚才另外一个Case是这样 1分之1、1分之1 然后你的收敛区因就是这个 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 你有可能是这个的理念 对不对 或是这两个中间都有可能 好 就是看你的titlemen的这个函数是什么左边右边类 但因为我刚才一开始画绿色 因为我titlemen的函数是右边的函数 所以画出来就是外边 OK 好 这个是收敛区间 如果你是Rational或者是这样 好 再来 如果你是Rational的 然后又是右边的 好 这个要两个一起加在一起 不能只看右边 如果你是分式多相似的形式 然后titlemen又是右边的话 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Pole 你就Pole就会出来 而且Pole就代表这个 因为你是Rational 所以Pole就代表你这个系统的特性 好 那所以你如果是右边的话 你的Pole就会 你的收敛区因就是最外面的Pole的外面 对不对 因为你是右边的 所以你一定是外面 那外面的可能就是最外面的Pole的外面 好 在Rational跟我讲的是最左边的 最右边的右的右边 最右边的Pole的右边 对不对 好 那是在Rational跟我讲到的 OK 好 那这里又如果你又是Cuzzle 也就是说你是右边 但是是 而且是从0开始才有 对不对 Cuzzle的意思就是 你的讯号是从N大量0的时候才有 因为右边不见的会是N大 你可能负1负2负3的右边 对不对 那我是Pole一定是0才有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就包含无限大 这时候包含无限大 OK 要不然你会没有包含无限大 原因在跟刚才前面讨论一样 好 这个Case 右边所以你只有N等于0到正无限大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Z的负N四方 我就可以变成Z分Z的N四方 N都是正 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有正有负 Z的负N四方 N有正有负 所以这边有可能是Z的N是N四方 跟Z分之一的N四方 N是正的时候 因为Z的负N四方 N有正有负 那你可能写整 Z的N四方或Z分之一的N四方 N是正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Cuzzle的时候 如果是Cuzzle的时候 你就会只剩下Z分之一的N四方 N是正的 那这个Case的时候 Z等于无限大代音区是收链的 Z等于无限大是收链的 那Z等于0呢 不会有Z等于0 因为我们现在是外面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用考虑Z等0 只要考虑外面Z等于无限大这一点会不会信 那如果你没有Z分之一 你都是Z分之一N四方 N是正的时候 那你这个无限大代音区是收链的 所以无限大就是在我的首人区间 OK 要不然可能就不会有 所以这几个名词 你要特别注意 是Rational Right-sided跟Cuzzle 这都是独立事件 不要 只有讲到Right-sided 自己把Ratinal加进来 不要没有讲Cuzzle 你自己把Cuzzle加进来 因为Right-sided不见得是Cuzzle 因为它可能从N等于-5开始的右边 那就不是Cuzzle 只有N是正5的右边 那才叫Cuzzle 所以Right-sided不见得是Cuzzle 所以我现在画了这几个 你不要把它当做都成立 这些都是独立事件 Right-sided不见得是Cuzzle Cuzzle一定是Right-sided Right-sided不见得是Cuzzle 但是Cuzzle一定是Right-sided 就是 这个可以过来 这个过来 但是这个过来是不一定 不能讲X 不一定 不一定是对的 这个是Right-sided 另外一个是Left Right-sided Right-sided 那它就会是 最里面的Pore 最里面 那同样就很多 很多Pore 对 很多Pore 然后最里面的Pore 的里面 是这样 OK 最里面的Pore 如果你是Left-sided的话 Left-sided OK 好 那这时候就有0 0 0 0到了会不会在有收敛区间 那我就是要看 那0 我一样把那个写出来 你看原来的 Z整空是这样 N的负线 它正五线大 OK 那如果你今天是 0不见得会有 那所以 如果你是Anti-Cuzzle Anti-Cuzzle就是 负的 从负1负2负3才有 然后正的完全没有 所以 左边不见得是Anti-Cuzzle 因为 左边可以从 5,4,3,2,1开始 那这个因为有正的 所以不算 那如果从负1负2负3 或负5负的 一直往左 那个才叫Anti-Cuzzle 所以如果是那个Case的话 我的 那个N 就会从负线大到0 OK 好 那你把它画成 要变这个 Z的负N 所以我会变成Z的N四方 所以我会变成Z的N四方 就是Z这个N四方 那这样子的话 Z等于0 当然就会爆掉 不会啦 因为如果你是Z的 Z的N四方 Z的N四方 那Z等于0 再进去 就爆掉了 对 所以如果你那个N 那个时间有正的时间 对不对 Z的 这边正的时间 我写的N等于5 就是正的时间 就变成Z的-5 那这个Z等于0 爆掉 所以如果没有Anti-Cuzzle 的话 那你就不能 Z等于就不会 不会 你这个Z等于0 这个 这个就不会在我收敛区间里 但是如果是Anti-Cuzzle 就可以 所以同样跟刚才那个画法 一样 对不对 Rational Left-sided 跟Anti-Cuzzle 这几个都是独立的 Left-sided 如果你是Rational 没有Rational 就不会有什么 最右 最底面Pow的理念 等等之类的 关系 OK 所以8跟9 其实是两个 对照的 关系式的结果 OK 好 那后面这边有一个例子 大概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 比如说 刚刚讲到这个 1.3分之1 Z-1 1-2 Z-1 好 那这边 之前讲过 所以我 特别跟你说明一下 算Pow跟Z-Low的时候 不能是这个时候算 要 这时候算 要不然你会 少掉 Pow或Z-Low 通常会少掉Z-Low 不会少掉Pow OK 就是要所有的系数 都是正的 明字 OK 然后要让所有的 那个 Z的函数 前面的系数都是1 1 1 4分之1 不会影响你Pow的位置 但不会影响 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个Fluation Phone 那个概念的东西 OK 所以这时候我会有 2个Z-Low在这里 然后有 2个Pow 3分之1 2 3分之1 2 OK 好一个是最外面的Pow的外面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最里面的Pow的里面 OK 然后再来是这两个的中间 OK OK 好那它们分别就是所谓的Right-Sided 因为它是外面 然后再来是Left-Sided 因为它是里面 然后它再来是Two-Sided 因为它是某个范围 两个圆的中间 它是一个双边的 就是我那个 原来那个Hight-Domate訊号 其实是无限延伸 然后它是在两个这样的函数 跟这样的函数中间才会收敛 然后太大或太小就不收敛 所以它收敛圈会是一个环状 就是这边的环状 OK 所以这三种不同ROC 所代表它一种面的函数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OK 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那个老花前后也是一样 OK 所以主要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关系 好 它这边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是吗 行 是吗 你 是吧 好 这哈 就是